一道非常出名的白切蟹 也叫冻蟹 这道菜是所有螃蟹菜里面最简单 一看就懂的 这里用到的是花蟹 任何的蟹都可以 只要是活的就行 最好呢是采用南海的红蟹 但是我们今天买不到 准备一盆冰水 然后下午螃蟹 把它冰晕 这样子做的目的是 等一下我们在煮制或者蒸制的时候 它的脚不会脱落 现在来做一个简单的调料 姜末 再给上少许的折醋 喜欢香醋的 也可以用香醋或者橙醋 再准备一些普宁豆瓣酱 不需要调制 它可以更好地突出蟹的鲜味 蟹完全没有冻进以后 脱掉它的绳子 再给上姜葱 然后准备一盆烧开的水 放入螃蟹 再给上花雕酒 盖上盖子以后 全程大火蒸10分钟 越大火蒸出来的蟹汤汁 会更加的多 蟹肉也会更加的饱满 蒸好以后 把所有的东西去之不要 再把蟹放到冰水里面 这里要记住 冰一定要用干净的 再冰冻它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蟹经过蒸制在冰敷以后 它的鲜味可以更好地保留在蟹肉里面 肉质也会更加的紧实 这时候我们只要做的是去除它的蟹筛还有蟹嘴 里面黑色的这一部分不是脏东西 是非常鲜的蟹的精华 脏东西只会附着在蟹嘴还有蟹盐的部分 看到了没有 非常紧实的蟹肉 一口咬下去 是你吃过任何的蟹 都没有这样子做法的更加的鲜 蟹腿呢 轻轻一掰 就可以脱出整个肉 好了 本期视频大家也有喜欢的 慢慢点下的收藏转发 谢谢大家观看